歐洲疫情飆升 迫使多個國家 採取更嚴厲的防疫手段 奧地利 比利時 荷蘭 都有示威抗議 並且和警方爆發了衝突 其中奧地利疫情第四波 二十二號起全境封鎖 也成為了歐洲今年冬季 第一個全面封鎖的國家 布魯塞爾警方用水柱 強力驅散大批 不斷逼近的示威群眾 有些人一邊跑一邊大喊 就要自由 當天估計有三萬五千人上街 主要是反對政府 搶制接種新冠病毒疫苗 歐洲多國最近面臨新一波疫情 確診死亡數據明顯上升 政府尤其針對未接種疫苗 民眾祭出嚴格禁足令 餐廳 酒吧等公共場所不得進出 類似的反防疫示威行動 因此爆發 荷蘭從十九號上週五開始 一連三天 在路特丹 海牙等地 便有數起抗疫行動 警方表示其中發生與槍擊 有關的傷害事件 當局已宣布跨年不准放煙火 也將是連續兩年沒有相關活動 街頭零星火災 沖天炮不斷 路特丹火車站還被迫關閉 奧地利利也在示威抗疫的激情過後面對現實 許多民眾趕在22號全境封鎖前前往耶誕市集逛一逛 這次封鎖最少十天 看情況決定是否延長 並希望能在十二月十三號解封 奧地利上週針對未接種疫苗者寄出禁足令 但疫情始終沒有好轉 十九號宣布將全境封鎖的消息後 引發大規模街頭示威 該國接種率在歐盟倒數 如今跌彈腳步將近 總理查倫波表示不希望有第五波 甚至更多疫情爆發 此外明年二月一號起 當局還將搶制民眾接種疫苗 公視新聞黃韻玲編譯